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分享 会带给我们自己 带给别人什么样美丽的祝福呢 约束亚记第21章 我们来思想 约束亚记这一段提到的是 给立位支派的城市 立位族长到世界去见 祭祀约束亚 求他们按着摩西的吩咐 给他们地居住 以色列主照着神的吩咐 将48座城跟郊野 给立位支派为业 接下来是全帝 神启示应许全帝赐个以色列为业 神就照着神自己的应许 赐下他们四尽平安 将仇敌交到他们的手中 应许可以成就 接下来就列出了 立位人所得着的城市 首先先提到了祭司 有13座城 主要在犹大变亚米 尤其是耶路撒冷 之后 整个信仰的首都 在祭司 能够分配在其中 而提到了西伯伦 这个城市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了 迦勒所打下来 后来成为逃城 后来更给立位支派祭司 为业 这是迦勒的慷慨 而歌侠有十座 得着十座城 在中部的 以法列马拉西的地方 有事件 格顺得到了北边的 十三座城 米拉利得着了十二座 东边的城 这边让我们看到 立位人请求诚意 是按照摩西的律法 而立位人分散在各支派当中 强调 立位人成为认识神的律法 在各支派当中 教导神律法 这样子一个美好信仰 传承的使命者 这是何等的重要 而我们看到 十二个支派 也乐意把所得着的地业 分给立位人 立位支派 这是弟兄相爱 美好的榜样 当人彼此相爱的时候 我们看到立位人 得着城市交野 来放牧他们的群羊 得着生活 被照顾 而以色列人愿意分享的时候 神应许他们的平安 恩典就与他们同在 仔细地看 还有许多的地还没有得着 一直要等到后来 在扫罗大卫所罗门的时代 才得着 但是这也提训我们 上帝的应许 我们要勇敢努力去支取 去争取 让我们在爱当中 得地为业 传扬福音 我们来祷告 绝苏我们谢谢您 从这一章让我们看到 立位人 认识神律 服侍神的子民 要住在百姓当中 好传讲 教导神的律法 也看到 以色列支派 愿意分享的时候 当他们分享时 神与他们同在 彼此相爱 带来神的祝福 神的允许 平安 成就在他们的当中愿 主帮助我们 走上爱人的道路 领受神的祝福 听我们的祷告感谢 奉耶稣的名 阿们